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操作屏 充屏 然后这是一个订阅开关 这是接听按钮 这是打印机 我们整个数据的一个记录 通过这个打印出来 这是一个数据的一个记录仪 那这一部分是我们整个设备的一个控制箱 这里面采用的是西门子的一个PLC 以及一些相关的一些断路器 一些空气开关 以及我们电源的接线 到这用户可以根据泄露图来进行接线 那下面是一些控制我们阀门的电磁阀 电磁阀门 控制我们的系统阀的 这是一个压送空气的接口 到时候到了现场的话 用户需要把压送空气接到这个口子上面 这个是我们的后门 整个后门面板 前面是操作面 用物料的话从前面进 后门出 这两边到时候在了现场的话 这边要做隔断 进行密封的 在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一个无军区了 这是一个接近区域 这是一个后门的一个界面 在这一块是我们的一个拐道系统 因为设备比较大 我们发货的时候是把这个分开的 把这个拐路分开的 然后到了现场的话 用户的话 只要把这一部分 跟这个对接 这个口子 拿这个卡锅 快卡进行卡上去 接起来 还有这个一个接口 就把它联系起来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设备的一个能源部分 就是这个设备需要用到冷却水 一般的话可以用自来水 这是我们的一个自来水的接口 就等设备安装好之后 管道雷接好 那用户的话需要把自来水的接口 接到这个卡锅上去 这里我们都会有标记 自来水的一个标记 这是个进水 这个口子是我们的一个排放口 我们设备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废水的废水 废气的排放 是在这里面 到时候客户用那个金属管 必须是耐高温的管子 把它接到室外 把它排放掉 还有在设备顶部 在这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蒸汽接口 就是管道雷接好之后 把那个蒸汽啊 就通过接到这个口子上面去 就可以了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埃圈阀 这里有一个埃圈阀 这是一个埃圈装置 如果压力超高的话 这个会自动起跳的 把压力释放掉 就这个 这个 对 这是一个埃圈阀 对 这是一个埃圈阀 对